我觉得婚姻家庭是最小的单位 也是可以证明 我们真的是在现实的生活中去见证 神的荣耀 很实际 很实在的 Happy Birthday 妈妈 Favorite thing about you is Your ability to love anyone and everyone I often think like when I try to help people That I'm emulating you 美乐的家庭 Podcast Hello 大家 欢迎回到美乐的家庭 今天我们是special birthday podcast 是妈妈的生日 可以讲年龄吗 63 63 好了 没关系 Forever 23 33 That's me this year 妈妈整整比我大30年 你30岁才生我耶 其实在那时候也算有一点晚 有 算是很晚 我是26岁结婚 不能说很晚啦 我都还没死 我那个年 Yeah yeah 你那个时候 30年前 Why why 我那个年龄算晚 我26岁跟爸爸结婚 然后就一直都生不出来 因为我一直都在念书嘛 在念博士班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婆婆还一直跟郭瑞讲 怎么都不生啊 怎么不会生啊 对 这个会有压力的 就就是真的都不会生 就后来真的我就有一次 在去念书的highway上 那时候我还在北德念指挥的博士 那时候有一次就是一清早 开车上highway 哇哦 那个 下雨天 忽然下雨 它是在highway上忽然下雨 你知道在美国那个highway 它那个忽然下雨的时候 它那个地面就像油的一样 像那个海市蜃楼 你有没有听过 反正就是很滑就死了 对 因为一下雨 那个油的确是会浮上来了 对对对 好像一个city这样浮出来一样那样 OK 反正就很 真的就是哇 就是整个就滑掉了这样 然后我就撞上那个 18轮大卡车 它在我前面 我就记得哇 因为那个打滑 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控制 然后在highway上 速度又很快 所以就蜜蜜虎虎的 觉得好像就走了那样子 嗯 走了死了 就就就 就晕过去了 就晕过去了 哦 对 下下下昏了 你昏了 对啊 哦 哎 然后我我就记得我那个 冲上那个18轮大卡车的 最后的印象就是 好像进入到白光里面 就这么一个印象呢 就这样 哦 就就没有了 哇 对 可能那时候 真的可能 You died 可能I died Baby you died 对 然后只是后来耶稣说 It's not your time yet Yeah my time 因为Melody还要生出来 真的有可能 我后来被 我后来醒的时候 我是醒在那个 那个 那个什么叫 等候时间 已经在医院了 Emergency room 的那个旁边 他们就把我推在旁边 因为后来我造成了 那个连环大车祸 那天早上 因为整个 哇 就是很惨 很多的伤 伤患 警察就打电话给爸爸 说来 叫他来认识 是不是 没有啦 就是来看你 但是 你没死啦 Did anything happen to you? 没事啊 我后来 后来医生说 我有轻微的脑震荡而已 他说就要我回家了 你看 真的是神迹起始 我到想到现在还真的是 然后重点是 没生Melody What? 那时候还没有生Melody啊 对 但是重点是因为你这个车祸 你就休学 哦 对对对对 然后就生了Melody 因为这个车祸我就休学 我真的就在家好好休息 那半年之后我就怀孕了 然后就生下 可爱的Melody 第一胎 所以这也是一个功课 有时候 Something's blessing in disguise 对对对 但是你没想到 但是你没想到 其实就是 FORCE you to Rest 然后有时候你就是要休息 身体就慢慢就恢复 我都不知道我是一个这么紧张的人 这个叫stress stress有时候是无形的 真的是要很小心 所以妈妈30岁就生了我 然后33岁生Vincent 34岁 34岁的时候生Vincent 我后来都不敢跟我爸爸妈妈讲 我在美国出车祸的事情 因为我怕他们很担心 那过了好多年了 我都忘了是过了多少年 有一次我回花莲去看我爸爸 然后我们就走路的当中 我就跟爸爸提起来 我说爸你知不知道 我30岁的时候那时候出车祸 然后是怎么样 跟他讲的很惨烈 我爸爸都说 你不会有事的 他说我每一天都为你祷告 我每一天都为你祷告 我知道你不会有事的 他那么一讲 我真的觉得 我父母亲的祷告 所以可能是因为你爸爸在祷告 对啊对啊 他也相信我绝对不会有事 我那时候真的觉得 也是一定有 有something在help me 因为那个车祸大到一个程度 我的车子是全毁 你去看那个车子 它是total 完全就是挤压的 只剩下就是这样子 就是driver seat 对对对 就像driver seat 全部都被压扁了 因为是连环大车祸嘛 是非常恐怖的 但是我居然 毫发未伤 然后你知道那些玻璃 其实是在震动的当中 是很可能是 铺满你的全身的 那你都没有 Not one scratch 没有任何 scratch 那你的车子是什么牌啊 人家也是这样问 是Toyota吗 没有啊 后来我有一个同学 有时候后来几个月 也是出车祸 他也是还 好像不是那么大的车祸 但他那个玻璃 都卡在他的身上 好恐怖 so I want to know what the car brand was 还不记得啦 有啊 就是Toyota 就是Toyota 我就知道 后来我的第一部车 也是Toyota Camry 对 它那个玻璃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 some house 就那air bag 对 是怎么样的保护 但我是觉得 真的是有神啊 我后来过了几年之后 我就真的就信主了 在冥冥的当中 因为我从小 其实是受过洗嘛 只是后来就没有上教堂 那我觉得神跟天使都知道 这个人 要再把他带回来 时候还没有到 对啊 还要有第二代啊 beautiful 对 很奇妙的事 well that's a miracle 其实 it reminds me of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similar to me 我就稍微讲一下 and then we'll get back to the main topic do you remember when I I remember got into a big car accident I feel so embarrassed 因为 that was actually the first year I got my driver's license 然后就是 到了冬天嘛 然后我们要去 东令会 然后东令会玩了 我们有两车子的人 要从旧金山 开车到 Kansas City 然后Kansas City玩了 哦是Kansas City玩 我们要从Kansas City 再开车到 Columbus Ohio 这是几天的行程 OK because美国非常大 我们要出门前 爸爸就很认真的跟 就是我们那个传道人说 你千万不要让Melody开车 好像 但是我就在旁边 I just got my driver's license You know when you just get your driver's license 你是很兴奋的 你是想要在任何 有机会就要开车 所以爸爸很懂我 但是他就不放心 然后他就跟那个传道人说 你千万不要让Melody开车 他会想要说服你 但是You know what 我还是说服了他 然后就是在 往Ohio的路程上 也是 不是下雨 是下雪 然后highway上有冰 所以其实这个真的 也是真的不能开 因为我才刚拿到 然后 然后我们就打滑 because I overcorrected and when it's icy you can't control the car so then我们就 绕绕绕 然后我也是 绕到旁边的lay 然后就一个semitruck 就蹦 把我们又继续绕到 旁边的ditch so we landed in the ditch 后面的大卡车 就也停在我们后面 然后他后面的大卡车 也就停在后面 所以我们那个highway 旁边就我们三个 三步 然后后来警察过来 他就说 You know you could have caused a really big accident 因为那个我们后面 还是他后面的 刚好就是有那个skull XX 就是 it was like gasoline or something 他说 如果真的 危险的 如果真的爆炸的话 是可以affect a mild radius OK so 你们也一定很恐怖 OK but the miracle 或者奇妙的事情是 就是我们一 就是车子一到那个ditch里面 我们 were sitting there we're like shocked right all of us are just like shocked but we're all alive OK but we're shocked we're like 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 我要打电话给爸爸妈妈 and then no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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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打来 yes 爸爸打给你了 no yes okay so what happened was because I was sitting there we were in shock we just got in a car accident and then the phone rings and I'm like why is the phone ringing 然后我接 然后是爸爸 然后我马上就说 爸爸 爸爸 你你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情吗 你为什么会打电话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打电话过来啊 就有感动啊 就觉得需要打电话 要为你们祷告了 爸爸很有先知性 那你听到我那样反应 你是什么心 我后来就帮你们祷告啦 我就说把他们都gather过来 就帮你们祷告啦 but were you like in shock too 还是你真的就是有感动 我记得好像你在问说 爸爸what happened 你就说出车祸了吗 好像是 他就马上就说 是不是出车祸了 yeah I would 你那个时候声音就是很shocking 我就赶快就说 叫大家过来一起 我帮你们祷告 so that was miracle number one miracle number one 就是at that moment 你的电话就过来了 that's crazy 然后miracle number two 我觉得这个故事 真的有点太奇怪了 miracle number two 是我们backseat 有一个女生 for many many years 她脊椎有问题 就是她会有一个 沙沙在这边 会一直有声音 然后会有一点不舒服 既然车祸后 她就跑了 有这种事了 你们那次真的有天使在保护 然后顺便就做了医治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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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也是 她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 惊艳啦 然后后来 那个整个 找lawyer的事情 也是我自己要去找啦 然后要pay for her insurance 但是好像还是感谢主 就是有她的恩典 and after that 其实in my lifetime 也是有出过几次的车祸 you know 然后都是跟雪地有关 所以我 我其实不是 我真的很不喜欢 在雪地上开车 然后到现在 我其实如果可以不开 就不开啦 尽量 好笑 but anyway 反正我想到 妈妈讲她的见证 我也就想到我们见证 其实我们家好像 跟车祸都有很多见证 像我们家黄有轩 也是都不敢去想 反正她也是有一次 在车 在highway上开车 然后她就 开始看到她车子在冒烟嘛 所以她就停下来 在highway旁边 然后就打电话吗 没有 她就拿着照相机出来 她就先停下来 然后就照相机 她一出来 车子就爆炸 就是就火就烧起来了 起火了 就起火了 对啦 没有没有 但是就起火了 然后就被她拍下来 然后她就打电话给我们 我也都吓坏了 不过那时候也很特别 因为在那几个月的当中呢 好像神就一直给我一个感动 说要为Vincent的这个 Card来祷告 她的这个 这个traffic 这些东西来祷告 所以那天晚上 她夜里 夜里打电话来 好像12点 1点左右 她 我接的电话 她说 我找爸爸 我就吓坏了 不要跟妈妈讲 她不敢跟我讲 我就吓坏了 赶快递给爸爸 然后爸爸一听 就 去接儿子回来 然后到第二天中午 我们一起去外面吃饭 她才把她那个 录影给我看 跟我说 你看 我昨天晚上 我的车子起火 我都吓坏了 我说儿子 你真的是 真的是妈妈 就已经为你祷告了 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为了你的这个 Accident 就真的也是 神有垂听妈妈 爸爸妈妈的祷告 所以爸爸妈妈 还是真的有 不一样的用途 好像孩子也都知道 就是 就是你们的遮盖 但是 when we really need practical help someone very pragmatic 我们就会去找爸爸 然后需要emotional support 的话 就会找妈妈 那我们要不要来聊聊 就是 as a mother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我们来讲讲 what is our favorite thing about妈妈 好不好 as your wife as my mom 作为我妈妈 作为你 太太 yeah 那我先开始吗 好啊 其实 我非常非常珍惜 这三年半 快四年 回到台湾 然后跟你们在一起 其实妈妈也有 常常提到 但是就是 感觉之前 虽然我们住在 同一个家里面 但是 我们的关系 还是通常都 大部分都还是比较 不是说表面 或者肤浅 就是 就是母女 没有办法 谈得这么深啦 yeah 母女就 you know 我都在忙 like我 我对妈妈的 的印象 或期待就是 煮饭的 煮饭的 然后 然后呢 再来就是 我的老板这样 有一点 就是 it was like that 就是 and then 就是还是晚上会有一些祷告 但好像还是会有一些 复杂的关系啦 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在教会服饰啊 然后 然后个性上的一些摩擦 但是我觉得这四年回到台湾 like 我觉得神有让我们可以 really get to know each other 然后更 appreciate我们彼此的 personality 我们不一样的个性 然后不只是去了解 但是更是去欣赏 然后感恩 然后很喜欢 所以我最感恩的就是这四年 可以更认识妈妈的可爱 跟真的是 best mom in the world you know and you're my best friend so honored you really are my best friend 然后我很喜欢听你跟我分享你所有的智慧跟想法跟看法 因为真的常常都是跟我非常不一样 but I like that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人的个性 其实我也是蛮喜欢有跟我不一样的人 虽然有的时候我还是会被冒犯或怎么样 但是 I like the challenge 我喜欢被挑战 所以我也喜欢 有时候有人挑战我的看法 有时候我会有一点stuck 所以我很appreciate妈妈会get me unstuck 所以谢谢妈妈 you're so wise 真的是有智慧的妇女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where does that wisdom come from 你觉得呢 你上次好像也问过我同样的问题 你是问我信心是从哪里来 那这次是问我wisdom从哪里来 我觉得这些都是神的属性 我觉得我就是 像神 不是 我很爱 我应该讲 我算是蛮爱神的吧 正言说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he beginning of wisdom 我还是蛮有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灵 在我的里面 that's true 对 maybe that's it 我觉得我的信仰的过程 你们就像我刚刚讲的嘛 我这个 经过这个患难 然后后来信主 那时候跟爸爸的关系 信主之后 我就觉得神 是对我是很宝贵的事情 神很宝贵 所以我觉得我喜欢 我喜欢神 我喜欢神 我爱神 我喜欢 就是 anything about him 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吧 慢慢慢慢就会希望 从有神的一些属性 我们可以像他 我不知道我会有智慧 其实这种东西都 我不知道我是 It's a byproduct Yeah 不是你的 goal 但是 我没有 我没有觉得 你的 goal是爱神 但是你就产生很多的 就像我以前讲 我从来也没觉得 我是一个很聪明啊 很什么 我就没有 我是一个蛮平凡的人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 居然有很多人就开始说 张伟 张伟牧师 张伟妈妈 很有智慧 对 我就觉得哇很特别 而且我也觉得 当然敬畏叶赫华 会产生一个智慧 还有我觉得就是爱 好 我觉得 我很preciate Melody 这三年半 四年了 回到台湾 让我学习 真的怎么成为一个母亲 不是在一个忙碌的事工的里面 忙碌的家庭主妇而已 好像就是做做煮饭啊 做家事 好像没有机会跟孩子们谈到很多新的问题 很多 我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你是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你回来之后 神给我们有很多时间这样子去讨论 那我也很喜欢 我以前的话就觉得你还小啊 好像也没有这个机会 好像告诉你 我现在在做什么 我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 我对那个事情有什么洞见 因为常常在一起 我就会很刻意 我想说 那我对这事情看法 会不会也影响你啊 或者让你有不同的看见啊 我的里面就是爱 爱我的孩子 我希望我的孩子 就是比较宽广 这样 所以我觉得也因为爱 会让母亲产生智慧吧 Yeah And then I think It's worth saying 值得说清楚 这个爱是 我觉得爱有很多层次啦 有一些的爱是 还是包含 惧怕的爱 就是有一点太宠的爱 我觉得这种还不是够完全 但是我看到在妈妈身上 她的爱是 爱即完全去 八九楚去嘛 所以你是非常可以 在爱里讲诚实话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觉得在 妈妈的爱里面 她常常会 就妈妈常常会愿意 说一些 可能 不是那么容易 或者 不是那么容易说的 或不是那么容易 听进去的话啦 But you're willing to say it 你会愿意说 因为你爱我们 就是我们什么 可以改进啊 或改变啊 或者 可以更好啊 或者我们的问题啊 whatever 但是因为你讲的方式 也是很好啊 就是带着爱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很好的重点 不是只是那种 宠的爱 但是是一种 真正完全的爱 是希望对方最好 爸爸讲讲 好 那我要来分享 对我而言 张伟 真的是最好的太太 那2018年 我回到台湾 那个时候 我们在美国 也三十多年嘛 那我里面就有感动 就是说 可能要回来台湾 照顾我妈妈 所以我就请了一个 比较长的假回来 然后 后来神就为我开路 因为我做那个时间一行 所以我就进了台大嘛 那我后来就跟美国 教会就辞职 回来台湾 不过那一年 我大概都居无定所 到处 随便住啊 随便吃啊 反正因为外物很多嘛 所以我到处跑来跑去 活动很多这样 可是后来那一年 就检查后来肝脏 就发现有一些肿瘤 那也不知道是良性 还是恶性的 那医生说要切片 那时候你知道了以后 2019年你来回 飞了四趟 就是为了我健康的缘故嘛 那后来还好检查出来 是良性的 就是血管瘤 但是你后来就决定 要把美国的牧师 你也辞掉了 你就是说夫妻不能分开嘛 对我来讲 这个是好大的牺牲 因为张伟那个时候 你是教会的 又是牧养的牧师 又是敬拜的牧师 那做的都是你最喜欢的 最得心应手的 那回到台湾 就变成要照顾我一个人 谢谢你 所以非常感恩 感恩就是你真的愿意 为我做这样的一个牺牲 这辈子我做最好的事情 就是娶到你 That is not a lie That is definitely the truth 夫妻在一起实在是 神的命令了 真的要 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欣赏 这个婚姻是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 我也是 这 我回到台湾四年了 刚好四年 我也觉得 这四年 也是我婚姻上最好的时间 是说实话 以前在教会有时候 真的是很忙碌 然后在忙碌的当中 然后我们的服饰又不一样 所以就很多的一个拉扯 也很多的干脆就是 他做他的 我做我的 然后又再加上个性的不同 所以很多的时候 虽然都是在服饰 但我们的心其实没有 真正的合在一起 虽然我们都同心爱神 但我们中间彼此的爱 也还没有成熟 还不够成熟 我觉得到时我们回到台湾以后 这些所有的外物都没有了 就是专心的去 学习去爱我的先生 学习去 用神的眼光 来看我的先生 知道他在神的里面 是何等的有价值 才会有这样的欣赏的眼光 以前太忙碌 在很多的这些 这些成见 这些 这些阻拦的当中 很 很难真实的去认识人 我觉得回到台湾 我觉得神也是开我的眼睛 虽然好像 事工没有了 没有做那么多事 但回来 我觉得就这四年 回到台湾 真的就是觉得 是very worth it 因为我觉得婚姻家庭 是最小的单位 也是可以证明 我们真的是在 在这种 practical way 现实的生活中 去见证神的荣耀 很实际 很实在的 不是在口头上 或者是在教会服事的当中的 我们是实际的 开始学习互相 互相欣赏 互相扶持 我还记得好多年前 我曾经给自己 过年给自己取一个新名 叫做合一 那个时候 我跟张伟其实很难合一 我们一起都在教会 做区长 大区长 什么的 服事很多 可是每次 就会有一些冲突 后来我就决定说 我要给自己改名字 叫合一 黄合一 我还跟张伟讲 我说我要跟你合一 然后张伟说 谁跟你合一 你只会爱你自己 但我觉得这几年 我们就不是努力的合一了 我觉得我们是从一个尊荣的里面 因为你一直在讲 就是说 我们进到这样的一个尊荣里面 我们很自然就开始合一了 是 爸爸也在学习怎么去爱人 当然因为他从小到大 我觉得真的很多 我觉得中国家庭吧 很多的长子或独生子 有时候没有被训练 知道除了自己以外 可以怎么样去爱别人 这样 那我觉得爸爸真的就开始 我觉得他在学习 学习怎么从 从自己的眼光中 在跳出来 然后怎么去爱妻子 怎么去爱孩子 我觉得爸爸有很多的学习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很多都是在 我天然人的爱的里面 去处理这个爱 但其实还是不完全 所以也让我们的婚姻关系 有亏损 你很棒 你最棒 妈妈真的是最棒 妈妈很包容了 I feel like 难得看到 真的很幸福的婚姻 但是像你们说 你们也是可能 你们这四年 在台湾 跟真的 更多的相处 进到你们婚姻最高峰 Right And I see that 我就觉得 就是很难得看到 好像真的是 能够在一起 那么长久的 夫妻还可以这样子的 彼此相爱 然后学习彼此包容 虽然都还是不完全 然后也不会 always 不是每一次都能够 达到我们的期待 或者女儿的期待 有时候女儿都还会 希望爸爸可以多 做一点事给妈妈 或者什么 我会心疼妈妈啦 但是妈妈就很包容 他很包容你 有时候我都很觉得 很希望爸爸可以更体贴 但是妈妈 就是 I don't know Maybe就是神配的 因为我的标准 就是比较高 我会不会以后 我的丈夫就很难 很难达到 为什么我的标准 那么高 我也不知道 因为 It's not like It's not like That's It's not like You did those things Anyway Anyway But yeah 我们真的是 非常感谢 有我们 可爱的妈妈 妈妈 你要不要讲讲 看你 63岁了 你这个人生里面 你 What What do you love the most about your life right now 我觉得现在 我真的觉得 很满足 因为 我可以感受到 爸爸的爱 而且爸爸很努力 在学习的当中 我们都不完全 我觉得 That's good enough 人能够改变 而且愿意学习 我就觉得 很棒 那 我也感觉到 我有很好的孩子 Melody Vincent 他们都做 他们喜欢的事情 然后他们也可以 去发展 然后进入到 神的命定 主要是 他们都很happy 我觉得 让我们做父母亲的 就很 很安慰 不是像 好像孩子们 长大了都在 很痛苦 在挣扎 他们的生命 做不喜欢 他们不喜欢 做的职业啊 或者是 生活很 很struggle 很挣扎 我看我的孩子 就比较 很安舒 虽然他们也在 也在要 真的希望 神有更多的 这个带领 跟恩典 但是我还是 可以感觉到 我的孩子都 走在 他们的命定上 其实我觉得 很多父母亲 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想到 这个目标 他们会想要套 他们所认为 会让孩子 开心或成功的东西 在孩子身上 但是变成 其实 不是那么开心 但我觉得 其实你们 从一开始 或者从 至少从你们 认识神之后 你们有一个 启示 你们就愿意 放手 因为我觉得 这是很多父母亲 比较难学到的 或做到的 一个举动 就我觉得 你们在这一块 的确就 我觉得 你们很有启示 你们就愿意 让我跟Vincent 去figure it out on our own you know 就是找到 我们的热情 所以我觉得 这是你们 做对的 一件事情 虽然的确 我跟弟弟都 走的路 都不是很传统的 然后可能 其他父母亲 是受不了的 会觉得很紧张 you know 但是你们还蛮 可以接受的 还参与在其中 你看还参与在 我的YouTube 非常enjoy 我觉得这就要 夸奖郭瑞 夸奖我们的爸爸 我们爸爸 其实是一个 思想很开明 很自由 很先锋的人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 有的时候 我会担当一些 多一点 因为我也觉得 我跟他不一样 他做的东西 我真的不能做 他能够去开创 他可以去突破的 这些东西 我是不能做 我只能在后面 就是帮着他吧 顾前顾后 稍微拉他一点 给他补给一点 所以我有时候 会更多体谅爸爸 是因为我觉得 神在爸爸身上 是一个很特别的托付 他对孩子的那一份 宽广 自由跟心的眼光 看见是我这个 做母亲的 我觉得我在学习的 如果是我的原生家庭 还有我的个性 我可能不敢 让你们走的 这么自由 我可能会 都害怕 at least get a college degree please 对 可能会这样子 但爸爸就跟我 常常在我的旁边 我就觉得 我不需要忧愁 爸爸可以 承担一切 你也很信任他 我信任他 这上面的一些判断 男人很需要被信任 被尊重 被信任 对 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个 信任跟尊重 Behind every great man is a great woman 所以这真的是 妈妈真的是我们家的后盾 可以这样讲 我是做后卫的 后卫 篮球里面 爸爸是前锋 Defense 对 所以妈妈你说 就是 the thing you love most about life right now 就是 你的孩子开心 你就开心 我也看到我的先生 走上他的命定 当然我自己 我也觉得我在神给我的命定上 我常常讲 神 拆派我在美国服侍这么多年 而且也服侍得很好 我的教会也很好 大家都 牧者们都很爱我 但是我回到台湾 我就真的觉得 哇 我原来 还有一份 那就是要 回来做 许许多多人的母亲 不仅仅我的 我的孩子 我就觉得 哇 神给我一些 一些 属灵的 儿子女儿 都好宝贵哦 让我在很多的 这个事情上 学习 所以 我也觉得 我是在这个命定上 我也觉得 我要开拓 这样子一个 属灵母亲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为分跟呼召 能跟呼召 更多的 一些成熟的 这些 这些母亲们 都成为 许多孩子们的祝福 这是我的托福 嗯 Yeah And like they say 就是 你要当一个好父亲 之前你要先当一个好儿子 所以我觉得 其实你现在就在 带很多属灵女儿 他们以后也会 成为很好的属灵母亲 Amen Amen Yeah Mom Do you have any You can make three wishes Do you want to tell us what your three wishes are Yeah 我想第一个 wish 就还是我的女儿 嗯 可爱单身的女儿 有人看到这一集的 我说有人看到这一集的 都要来为我的女儿的婚姻祷告 Yeah Join the club Join the club The prayer team 这是你刚刚讲的妈妈的 第一个wish 就是我的女儿 我希望 我希望神给她配对是 真的是完完全全了解 认识我女儿的人 能够爱她 珍惜她 尊重这个孩子 她的命定 她的生命 她的性格 不管什么样 希望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弟兄出来 好 而且也能够真的爱神 爱人的 第二个wish 那就是我们家的先生 我觉得神给国父的 国父 国瑞的命定 我觉得他真的像国父一样 要有一个 有一个开创性的 奠定基础的那种 像摩西一样的呼召 我觉得他的这个呼召 还真是蛮大的 以前神一直在 好多年一直在准备这个人 准备他的性格 准备 准备他将来 可不可以天将大任 于私人眼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体肤 空伐其身 所以动心忍性 真意其所不能 我就觉得要为爸爸 这个祷告 让爸爸真实的 脱掉一切旧的 脱掉一切天然的 所以他可以 真的是成为 神要他成为的 一个真正的父亲 那这个父亲 可能那个高度 又可能更高 更广一点 不仅仅成为我们的 还有一些属灵 儿子们的 然后女儿们的 更是一些 可能是一个国度的一些 呼召 然后命定 我觉得这是很 很伟大的事情 我要好好的 帮助他 为他祷告 阿们 第三个呢 就是我自己 我自己 像我刚刚讲的啦 我对这个 属灵父母亲 是很有 感动的 对 虽然也还是 有的时候会 没有办法真实的 照顾好每一个孩子 有时候也会 漏掉了一些人 没有做好 也没有说对话 有时候会失掉一些人 但是就在这中间 学习吧 也希望 就是我所到之处 都能够带出 那样子的影响力 让大家都愿意 做一个无私的父母亲 我记得Melody 有写一个歌 叫做A Mother's Touch 在母亲节的时候 送给妈妈的 我觉得这次妈妈生日 我觉得这歌 还是非常的合一 好感动 有机会 你还可以再唱给妈妈听 I'll include it at the end of this video OK啊 可能有一些人会想说 为什么没有 没有Vincent 其实Vincent已经要订婚了 所以他这个东西已经搞定了 他已经要结婚了 今年可能我们也会回美国 参加他的婚礼 他有很好的未婚妻 Amen 也是跟他一样跳舞的 Yeah So Mom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我们非常非常爱你 谢谢你爱我们 I feel like 好像那个 我们 像耶稣一样 就是我们爱 因为你先爱我们 我觉得妈妈爱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可以 也更有爱 但可能因为 你的这个癌症 就是从生来的 Yeah Yeah 谢谢 生日快乐 Yeah Amen 所以大家欢迎你们 可以在留言区 祝妈妈生日快乐 有一些祝福的祷告 祝福的词 祷告词都可以留 在里面 妈妈也会去看一下 谢谢 All right 大家 谢谢你们观看 Bye bye Happy birthday 妈妈 I love you so much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for me I owe you all that I am and I am so grateful for you My favorite thing about you is your kind heart and your ability to love anyone and everyone and your willingness to connect with people on a deep intimate level I think that has inspired me a lot and has influenced me in the way that I try to connect with others I often think like when I try to help people that I'm emulating you so yeah I love you so much I hope this year is filled with happiness and health and blessings and thank you and God bless you and I love you and happy birthday контроль name at is the right unt the happy hean hean and i have you are and hane h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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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women speak of noble things, but you surpassed them all Some people bring healing and peace, you surpassed them all Some people leave our legacies, you surpassed them all A mother's touch, her gentle brush, is every child's home Yes, in your gaze, I am amazed of all the love that's shown But sometimes when the night begins, the future seems so cold You give me hope and room to grow, I know I'm not alone Some women speak of noble things, but you surpassed them all Some women speak of noble things, but you surpassed them all You surpassed them all You surpassed them all A mother's touch, her gentle brush, is every child's home Yes, in your gaze, I am amazed of all the love that's shown But sometimes when the night begins, the future seems so cold So delicious For always being there For wiping all my tears For never giving up For being someone I can trust For being someone I can trust For all your sacrifice For always making time For speaking the truth For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For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do For you Nau For beginni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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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